欢迎收看7月25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志正 那我国单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连续三天 创下新高 今天通报17,045宗 全国累计确诊病例也在今天正式破百万大关 根据卫生部的数据 目前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101万3,438宗 今天也已经是连续第13天单日病例破万宗 此外国内又有三个州属的新增病例刷新高 其中雪兰儿激增8500宗确诊 即打野首次冲破四位数通报1216宗确诊 槟城则通报573宗确诊同样创下最高纪录 位居第二高的依旧是吉隆坡 今天通报2045宗确诊病例 今天也新增了92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也导致许多患者是在送院前就死亡 一名在文良港租房居住的60岁独居男子 今天早上被邻居发现猝死住家门前 乌拉港行动党特别行动队队长李凯明在贴文中指出 死者遗体送院解剖后证实生前已经感染新冠肺炎 但不知道死者染疫多久死前曾与谁接触 李凯明为此提醒民众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态 如果察觉出现疑似症状应该马上检测 另外在彭科文东新亚东花园 一名确诊冠病的61岁华裔妇女在家隔离时 病情突然恶化 周六凌晨不幸在家中逝世 警方昨天早上也到她的住家进行收尸工作 并由卫生官员全程监督和消毒 死者遗体今天下午在做足防疫工作的情况下 由殡葬业者领出送去火化厂进行火化 国内新冠肺炎单日病例屡创新高 七名反对党国会议员和两名社运分子也看不过眼 今天早上针对卫生部长和其他相关部长的疏忽 导致国内疫情失控仪式到警局报案 促请警方展开公平公正的调查 报警的七名国会议员分别是 法米、玛丽亚成、杨巧双、余利文、查尔斯 阿兹加曼和伊纳拉·沙穆尼拉 以及两名社运分子安毕加和玛丽娜 安毕加在班台警局外发言时指出 他们是在刑事法典第269条文 以及第304A条文下 针对政府在疫情早期没有展开足够的筛检 无法共享资讯 移工获得较差的待遇 以及没有及早为医院提供足够资源等 做出有关投报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政府的财务 在他们的状态的状态 他们必须知道 那些状态的状态 对这些状态的状态 我们在谈谈马来西亚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非常严重的状态 另一方面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将在明天召开 但早前全体国会议员和国会职员进行筛检后 检测结果也在昨天出炉 其中巫统主席阿末扎西和高教部副部长曼淑 证实确诊新冠肺炎 阿末扎西今天也透过市场媒体向各界报平安 指他目前的身体情况良好 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曼淑则已经从前天起在国大医院进行隔离 根据报道 35名国会工作人员也正式确诊 无论如何 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还是会从明天开始 如期召开5天 并将提成政府颁布的紧急状态 以及由政府首相及三名部长 汇报国家复苏计划 疫苗接种计划及经济援助配套等详情 政府早前已经透露 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民众将享有放宽措施 首相慕尤丁也在昨天的访问中预告 完成接种者或许将开放唐食运动及跨州跨线 在外国完成接种两剂疫苗者 在回国后也可以居家隔离14天 慕尤丁昨天接受媒体联访时提到 政府肯定会放宽完成接种者的部分限制 其中将考虑放宽分隔两地夫妻的限制 包括匀准跨州和跨线 政府也正在考虑让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 我国人民或探访者入境 可以居家隔离14天 这么一来可以降低他们的入境成本 慕尤丁也在一次劝告民众做好 防疫SOP还强调现在要自己照顾自己 因为变种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在几秒之内就能感染一个人 甚至导致他们死亡 镜头转向槟城 滨州政府今天在滨州大会堂 为州内165名三轮车夫接种新冠疫苗 同时110名德士司机及一些少数的电照车司机 也获得接种 除了接种疫苗 政府也为他们提供日用品更新三轮车夫执照 并且在现场为他们免费礼放 而在马六甲冒工部副部长林万峰 今天巡视一家疫苗接种中心时透露 政府与私人工业免疫计划PCAS自推行以来 截至7月24号 全国已经有298306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以及28596人接种第二剂疫苗 全国目前共有17053间公司在PCAS计划下注册 已为130万名员工接种疫苗 治安不静 掠夺匪竟然连小学生也不放过 一名11岁的学生日前在光天化日下 被掠夺匪抢走了唯一供上网课的手机 让他惊慌失措 当街大姑 这宗案件是在22号下午1点54分 在亚罗市打三合书局前的路段发生 当时五年级的学生小明和母亲外出看病后 母亲顺路到书局购买学校下半年的作业部 小明在车内等候母亲时玩手机游戏 这时掠夺匪竟然不断敲车窗 试图和他讲话 他在摇下车窗后急被匪徒迅速抢走手机 根据壁路电视的画面可以看到 匪徒逃走时和小明母亲走出书局的时间 只差了短短两秒钟 小明事后也不断呼喊网课该怎么办 吵着要妈妈追上逃走的匪徒 但匪徒早已经不见踪影 另一方面 警方根据情报在22号早上突击八升在野花园一个货舱 起货了总值5627412令吉的走私香烟 和总值2496240令吉的爽身粉 执法队伍底部时发现货舱的大门虽然关上 但没有上锁 进入检查时就发现了上述的走私物品 同时也充公了一个货柜和一辆托格罗里 不法之徒则在执法人员抵达之前 已经从厕所的窗口逃脱 但您跟进东京奥运的最新消息 那在上届里约奥运夺下银牌的大马混双组合 陈炳顺和吴柳盈 在昨天和今天吞下两连败后 提前止步小组赛 无缘八强赛 而大马男单一哥李子佳 则在刚刚上场的第一场小组赛 以两局轻松拿下首胜 23岁的李子佳在首场小组赛中 以21比5 21比11 轻取乌克兰选手波奇塔列夫 在短短25分钟内顺利棋开得胜 李子佳将在下场比赛迎战 法国老将雷维德兹 陈炳顺和吴柳盈 在昨天的第一场混双小组赛中 不敌香港的邓俊文和谢银雪 苦战64分钟后1比2落败 两人在今天的小组赛 则以12比21 15比21不敌德国的 拉姆斯·富斯和赫特利奇 陈炳顺和吴柳盈 在最后一场小组赛 将硬碰小组实力最强的中国对手 王毅律和黄东平 但基于已经输了两场小组赛 即便他们最后一仗赢了中国对手 也无缘晋级八强 陈炳顺随后在面子书撰文 向广大的球迷道歉说 今天的比赛打得不是 最理想的成绩和表现 他们也很想把比赛赢下来 吴柳盈则坦言 输了就是输了 对手不会因为你受过伤而宽待你 他也说 是他辜负了自己的一身伤 这句对不起 他想对自己说 另一方面 大马最后一批国手也在今天早上9点50分 乘搭马航班机飞往日本东京 准备为接下来的奥运项目冲刺 这五名选手包括场地脚车选手 阿兹主哈斯尼阿旺 莫哈莫沙费道斯 跳水选手张俊宏 田径选手李河伟及阿兹林 清体部长李查也特地到机场送鸡 为他们加油并献赏祝福 基于不满各种防疫限制措施 以及政府为提升疫苗接种率而制裁 为施打者超过10万人周六在澳洲 法国意大利和希腊 境内上街抗疫 与警方爆发冲突 根据报道澳洲新年有数十名抗疫防疫限制延续至10月的民众 因为参与未获批准的示威游行而被捕 警察首长指责违规者是蠢蛋 而在法国方面 各地估计有16万人走上街头 抗疫总统马克龙推出健康通行证计划 此计划严格限制未接种疫苗者不得进入餐厅和公共场所 警方动用了催泪蛋和水柱去散抗疫民众 在希腊首都雅典约5000人上街抗疫 高举的标语牌写着别动我们的小孩 意大利抗疫民众则齐聚罗马 反对餐厅内用和进入娱乐场所必须持有绿色通行证 镜头转向美国 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透露 美国过去6个月死于新冠肺炎的人当中 至少99%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但该国的接种率已经开始放缓 目前美国正面对一场没有接种疫苗者的大流行病 另外美国卫生部官员证实 纽约附近一个下令营爆发疫情 共有31名孩子集体染疫 他们的年龄介于7至11岁 基于未满12岁而还没有接种疫苗 目前他们已经被送回家隔离 另外有130名营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关注中国灾情 河南多个县市周末仍然有雨 农村灾情惨重 洪水淹没了大量房屋和农田 新乡市有近130万人受灾 郑州官方周六晚则公布 雨灾至今有7名官员干部 在防汛期间遇难 此外台风烟花周日中午登陆浙江省 州山普陀区 浙江 宁波 杭州多处都出现 烟水 海水倒灌的灾情 受台风影响 上海浦东与虹桥机场 杭州 萧山机场也取消周日的所有航班 而就在全球新冠变种病毒蔓延 中国和德国遭逢洪灾 加上南非重要港口上周成为网工目标 数种因素造成全球供应链濒临断裂 对原本已经脆弱的原物料 零组建和消费产品供应带来威胁 包括石油 铁矿砂 食物和电子产品的供应 无一幸免 由中国报主办新加坡艺人工会 和大马华人演艺人工会协办的 江湖旧集群星献爱心慈善一眼 昨天晚上顺利落幕 马新艺人包括魏汉文 尤金 谢国文 江孟磊 黄一飞 陈建冰 朱咪咪 梁志强 王磊等人 以现场连线的方式 在两地演出为慈善尽心尽力 希望的最后带您回顾 昨天晚上的演出精彩片段 我是知证 祝您晚安 再会 Canyon 夏室 成品间 第二场 游战年 凡冒中国 望中林 中日 中日冷 展森河 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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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响 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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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塞行有着走路路人没自信 不要人对自己没有用 不要老实坐在那边看天空 不过你自己都不愿意懂 还是我有一百万 我买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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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一百万